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专注讲惊悚片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继续咱们的人皮客栈系列 在第一部中,帕克和好友乔什,奥利,去斯洛伐克烈焰 结果被抓到精英猎手俱乐部,攻俱乐部的变态客户折磨 帕克的两位好友相继被虐杀,他则幸运地逃了出去 第一部结尾,帕克杀死了变态客户杰森,成功复仇 随后坐上火车,打算远走高飞 但是,他真的能逃出虐杀俱乐部的魔爪吗?又有哪些人会成为精英猎手俱乐部的猎物呢? 第二部开始,医院里,神色尾盾的帕克躺在病床上,正在接受警察的问询 心有余悸的他,沉痛地回忆着恐怖的经历,讲述虐杀俱乐部有多么可怕 自己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得以逃出生天的 同时,他还告诉警察,俱乐部的会员有统一的狗头纹身 帕克说完后,警察表示,在火车站发现了文森的尸体 手臂上就有狗头纹身 帕克担心自己杀害杰森报仇的事情败露,开始有些紧张 接着,一名警察说,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你跟着杰森进了洗手间 我们怀疑你就是凶手 话音刚落,这名警察竟然露开袖子,亮出手臂上的狗头纹身 淡定地问,你说的是这种纹身吗? 帕克万万没想到,盘文自己的人也是俱乐部会员 吓得三魂不见妻婆,赶忙大喊救命 但对面的警察毫不犹豫地举刀插下,帕克躲闪不及,被刺中要害,鲜血死见 就在这时,帕克猛然从床上坐起,满脸是汗 原来刚才的情景只是他做的噩梦而已 事实上,在杀死杰森后,帕克一路逃亡,顺利回到了美国,躲在女友的住所 不过,他肆无忌惮虐杀俱乐部的庞大势力,没敢报警 而且由于那段经历太过于恐怖,帕克始终无法安心 每晚都会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 第二天清晨,女友醒来后发现帕克没在身边,就下楼查看 结果看到害人的一幕,帕克正端坐在餐桌前,蛋头鹿已不翼而飞 一只宠物猫正站在无头尸上,舔着帕克脖子说的鲜血 可怜的帕克即使回到美国,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追杀 随后,撞到他手机的箱子,被送到虐杀俱乐部老板沙夏的手上 看到帕克的人头,沙夏露出满意的微笑,他再也不用担心俱乐部的秘密泄露了 镜头一转,来到罗马,三个游离欧洲的美国女孩,贝斯,惠特尼,罗娜 正在室外上人提起生客,下课后,身材火辣的女模特艾希尔 主动和贝斯搭讪,还邀请她去喝酒 但贝斯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是一名超级隐形富豪 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向持有戒心,于是很客气的婉拒 说马上就要和好友们坐火车去布拉格旅游了 艾希尔不以为伍,说有机会再聚 上火车后,贝斯和惠尼特去餐厅喝酒 有些内向的罗娜独自留在包厢 没想到,女模特艾希尔居然也在餐厅 她告诉贝斯,自己要去苏洛法克旅游 贝斯和惠尼特喝了几杯酒后回到包厢 发现罗娜跪在地上,不停哭泣 两人大惊失色,问发生了什么 罗娜哭着说自己的iPod被人抢走了 就在三人想去找城景时,女模特艾希尔却找上门来 手里还拿着罗娜的iPod 艾希尔说,刚才看见有个男人从这个包厢跑出去 还想抢我的包,被我打倒了 我猜他拿的iPod是你们的 贝斯三人很感激艾希尔 同时也觉得他身手不俗 跟他在一起会比较安全 就邀请艾希尔与他们同住一个包厢 艾希尔欣然答应 晚上,几个人聊天 艾希尔笑着说要去斯洛法克泡温泉 还说那里有世上最好的天然温泉 经过他一番天花乱坠的描述 贝斯三人心动了,当即更改行程 决定去斯洛法克 到达斯洛法克后,艾希尔带着贝斯三人住进一家客栈 这家客栈正是第一部中帕克等人住的客栈 很多外敌客人都是从这里被抓到虐杀俱乐部的 办理入住时 前台小伙看到贝斯三人的护照 意味深长地笑了 说,你们是美国人啊,非常好 因为前台小伙知道 在虐杀俱乐部的价目表中 美国人可是身价最高的 办理完入住手续 前台小伙拿着贝斯、惠尼特、罗娜的证件去了另一个房间 扫描证件后 上传至俱乐部的内部网站 于是,三个人的信息瞬间被传到全球各个客户手中 客户们开始竞拍 经过一番激烈竞价 三个人都被客户买下 然而他们浑然不知 自己已经成为了带宰羔羊 次日,贝斯一行四人在美丽的小镇上散步 结果遇到了一群孩子 就是第一部中那波打劫的小孩 罗娜想给孩子们不喝糖 却被吐了一脸口水 艾希尔见状火猫三丈 赶紧把小孩们轰走 与此同时 成功拍下贝斯和惠尼特的中年男人托德 又还有斯托尔特 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斯洛伐克 随后前往牛沙俱乐部 按照俱乐部的规矩 想成为会员 就要先纹上狗头纹身 托德很兴奋地去纹纹身 斯托尔特却有些不情愿 因为他很怕老婆 担心这个古怪的纹身被老婆发现 但在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是应行要求后 斯托尔特还是无奈地妥协了 当晚 贝斯一行人去参加客栈组织的舞会 托德和斯托尔特也来了 远远的偷窥被自己拍下的对象 跳了一会儿 贝斯觉得有点累了 就坐在一旁休息 跟着一个包亚男过来邀请他跳舞 被贝斯拒绝后 包亚男说了一句很古怪的话 他说 很可惜 本来我可以帮助你的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贝斯听得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 前台小伙刚好看到这一幕 就走过去问贝斯 那个包亚男跟你说什么了 贝斯一脸平静地说 他想和我跳舞 前台小伙露出诡异的微笑说 我保证不会再让这个人找你麻烦了 说完 递了杯酒给贝斯 然后转身离开 贝斯觉得前台小伙的询问很无理 心生不满 就把他给自己的酒撒在地上 没想到刚好撒在 走近观看自己竞拍对象的斯托尔特身上 为表歉意 他邀请斯托尔特喝酒 喝完酒分别时 斯托尔特不小心叫出了贝斯的名字 贝斯心生疑惑 因为他记得自己 没告诉对方名字 斯托尔特意识到露出了马脚 赶紧解释 说刚刚听到贝斯的朋友叫他名字了 贝斯想起来 刚才罗娜确实来找过自己 就没再多想 跟着 他看见罗娜跟着一个大胡子男人上了船 很是担心 因为他知道罗娜比较单纯 容易被骗 贝斯的担心并非多余 小船滑到一个偏僻地方后 罗娜跟着大胡子上岸 不因为会迎来一场回味无穷的谚语 谁知道却突然跳出两个男人 和大胡子一起上前 贝斯联系不上罗娜 正好追追不安地回到房间 结果发现 对面屋子的门敞开着 奇怪的是 之前住在那里的小情侣已经不见了 里面有两个可疑的黑衣人 正在收拾行李 黑衣人发现贝斯看向这里 马上过去把门关上 贝斯觉得事情有些古怪 但毕竟与自己无关 就不再理会 天亮后 罗娜还是没有回来 贝斯和惠尼特 去带埃希尔吉利推荐的温泉 一边泡温泉 一边等罗娜 而此时的罗娜已经被吊了起来 在她的下方是一个浴池 右偏的大胡子和其他工作人员 正在浴池四周放着蜡烛 罗娜惊恐万壮 大喊救命 但嘴被堵着根本发不出声音 过了一会儿 大胡子等人关凳离开 一个画着妖艳专容的女人 在烛光中缓缓走了过来 这个女人 当然就是拍下罗娜的客户 她走进浴池 躺在被吊在空中的罗娜正下方 拿起一把镰刀 用刀划开 堵住罗娜嘴巴的布条 罗娜恐惧到了极点 拼命哀求 可女客户不一所动 一刀一刀划着罗娜的尸体 鲜血不停滴落在女客户的身上 罗娜很快成了血人 痛苦不堪地发出绝望的惨叫 女客户同样浑身是血 但她满脸陶醉 显然非常享受这场人血欲 过了一会儿 也许是觉得还不够过瘾 她用镰刀猛地划开了罗娜的脖子 鲜血飞溅 下方的几只蜡烛 也被血浇灭 罗娜当场死去 女客户则静静享受这一切 另一边 贝斯在泡温泉室睡着了 醒来后发现 温泉池里只剩下自己 埃歇尔和惠尼特都不知所踪 贝斯心生恐惧 赶紧爬出池子穿上雨衣 开始四处寻找 这时突然来了几个黑衣人要抓住她 贝斯把腿就跑 她赤着脚翻过墙 跑到马路上 拦下一辆车求救 巧的是 司机刚好是昨晚邀请她跳舞的那个包亚男 此刻的包亚男鼻青脸肿 显然是被俱乐部的人教训了一顿 所以不敢再管闲事 面对贝斯的哀求 包亚男气愤地说 我本来试图帮你 但你不听 现在已经晚了 说完便启动车子迅速离开 贝斯看到了包亚男脸上的伤痕 愈发觉得事情不简单 但黑衣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龙木得他多想 只好逃进附近的树林里 结果很快被根绳索半岛 随后 那群打劫的小孩冲上来 用棍子打他 显然是禁恨上次 没从他手中要到钱 几秒钟后 艾希尔带着几个人赶来 救下贝斯 不过 跟着艾希尔来的人中 就有虐杀俱乐部的老板沙夏 可怜的贝斯 裁出狼窝 幽入护穴 在艾希尔带走贝斯后 沙夏对小孩们恐吓一番 并且开枪击毙一个小孩 以杀鸡警候 其他孩子都被吓坏了 赶忙四三逃跑 艾希尔把贝斯带到一个后华别墅里 告诉他已经报警了 让他别担心 好好休息 贝斯好奇地问 给你来救我的那个沙夏是做什么的 艾希尔淡定地回答 他是做拍卖的 贝斯并不知道 当自己在温泉睡着时 好友惠尼特和新结石的男伴出去亲热 结果男伴就是俱乐部的人 此刻 惠尼特已经被五花大绑着 送进俱乐部的化妆间 一个老太太 为得取下毒嘴的布 惠尼特下的面如土色 不停求饶 老太太则阴森森地看着他说 我不会伤害你的 只是要给你打扮一下 然后才让你去见客人 惠尼特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也清楚自己处境危险 就趁老太太给自己化妆时 一口咬下对方的鼻子 然后拼命往外跑 保安人员通过监视器 看到惠尼特逃了 却毫不慌张 反而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就像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原来俱乐部里机关重重 到处都有电动栅栏 惠尼特根本逃不出去 果然 惠尼特没跑多远 就被抓了回去 同一时刻 在别墅里 贝斯打算休息一会儿 但始终难以安心 下意识地走到窗边 结果发现之前追赶自己的黑衣人 正走向别墅 贝斯下的一机灵 瞬间就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 手忙脚乱的锁门 再用椅子堵上 然后躲进衣柜 在黑暗的衣柜里 他紧张到了极点 下意识地向后靠去 突然 柜子猛地向左右分开 露出一个密室 贝斯没想到衣柜竟然暗藏机关 惊恶不已 连忙转身查看 结果看到了毛骨悚然的一幕 密室布置得犹如收藏室 但里面的藏品竟然是众多人头 原来 这里存放的 都是曾经逃出俱乐部的人的手机 其中一个就是帕克的 他的颈部 身材存留着已经干涸的血迹 贝斯被眼前着可不的一幕吓坏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两名黑衣人突然闯了进来 二话没说 直接用迷药把他迷晕 贝斯和惠尼特已经全部被控制 俱乐部随机通知了 拍下他们的买家 得知预定的货物到位 路上斯图尔特显得有些犹豫 叹气着说 我是不是疯了 居然要杀人 托德马上开导他说 别担心 我们都是正常人 来这里只是必要的发现 两人很快到达俱乐部 换好屠服衣后 进入各自的虐杀室 到了虐杀室 斯图尔特依然有些纠结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满地工具 紧张晚分 缓了缓神后 斯图尔特用颤抖的手 先看面前猎物的头套 这个圆瞪双眼 惊恐万分的猎物不是别人 正是贝斯 斯图尔特摘下帽子 和爱地说 我们在舞会上见过 随即解开绑住贝斯嘴巴的布条 并告诉他不要大声说话 因为这里有监控 贝斯恐惧到了极点 刘志勒问这是哪里 斯图尔特如实相告 说我是你的买家 是来这里杀你的 贝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时间竟然呆住了 随后他反应过来 用颤抖的声音问 你真的要杀我吗 斯图尔特略带尴尬地说 这其实不是我的本意 是朋友一定要带我来这里 说完还脱下了土服装 好像改变主意 贝斯见对方看上去不是穷凶极恶 甚至颇有悔意 就酷酷哀求 求斯图尔特放了自己 还恭维地说 你和别人不一样 是个好人 斯图尔特本来就很犹豫 听了贝斯这番话 更是内心挣扎 一时间不知如何定夺 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不是那种人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下定决心 为贝斯松绑 贝斯犹如抓住救命稻草 起身就要逃 可门上那只密码锁 他打不开 只好转身问密码是多少 没想到 噩梦居然再次降临 摇摆不定的斯图尔特 不知为何有改变了主意 猛然冲上前 一拳把贝斯打倒 斯图尔特的猎物是贝斯 而他的好友托德的猎物 则是惠尼特 在虐杀室中 托德似乎已经完全进入 猎杀者的状态 他大声咒骂着 还拿起一把电锯不停挥舞 豆弄被绑在椅子上 抖落筛坑的惠尼特 突然 血腥的一幕出现了 托德由于没控制好力度 直接把电锯插到了惠尼特脸上 惠尼特瞬间被毁容 脸上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奇怪的是 看到眼前的寒人景象 刚才兴奋无比的托德 居然感到了慌乱 原来 在这一刻他才发现 当真正面对心心念念的虐杀时 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从容 反而心惊肉跳 托德不敢再看惠尼特的脸 用颤抖的手 给他带上了头套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房间内 斯图尔特又把贝斯绑了起来 还满憾歉意地对贝斯说 我拍下你的原因是因为 我痛恨我的妻子 而你长得很像我的妻子 所以我改变了主意 决定不放过你 镜头过到托德这边 他被惠尼特的惨状彻底震住了 终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勇气 下手杀人 于是垂头丧气地走出房间 打算离开 外面的看守以为 他完成了任务 马上进屋查看 结果发现惠尼特还活着 就回正告诉托德 必须杀死猎物才能走 但托德此时以满心恐惧 根本下不去手 激动地说 自己绝对不会回到女杀石 说着说着 他的情绪寂静失控 开始歇斯底里的大骂 还不管不顾得要离开 而在进入电梯后 他彻底崩溃了 坐在地上痛哭流涕 甚至还呕吐起来 不过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由客户变成了猎物 因为根据俱乐部的规定 如果客户没有杀死猎物就离开 就在交出自己的命 片刻后 电梯门突然打开 外面的保安放出凶恶的狼狗 把托德活生生咬死了 由于托德的任务没能完成 惠尼特还活着 俱乐部就让人为惠尼特简单治疗 并拍下照片 然后去各个女杀石推销 打算把他低价出手 再卖一笔 但找了几个客户 对方都对已经被毁文的惠尼特 没兴趣 直到斯图尔特所在的 女杀石的门被敲开 他看了看照片 认出是好友托德拍下的猎物 觉得不对劲 马上问托德去哪了 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平静地说 你的朋友违反约定 已经被处决 还让他看 刚好经过那运石车上的托德尸体 看到好友面目全副的样子 斯图尔特备份交加 但他居然没有因为托德的死 怨恨俱乐部 反而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惠尼特 认为是这个猎物 导致自己的好友无故丧命 于是斯图尔特埋下了惠尼特 在原本属于托德的虐杀势力 残忍地杀害了惠尼特 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惠尼特的项链给贝斯戴上 在受到好友丧命 和亲手杀人的双重刺激后 斯图尔特已经不再挣扎犹豫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既疯狂又可怕 恍惚间 他把贝斯当成了自己的妻子 大声辱骂 发泄心中压抑太久的恨意 骂了一会儿 他觉得还不够过瘾 干脆解开独嘴部 让贝斯回话 贝斯受制欲人 又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 已经紧胡疯狂 只好强压内心恐惧 假意服从 用妻子的口吻 配合斯图尔特 说喜欢他的男人味 想一直跟着他 甚至主动要求斯图尔特亲吻自己 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斯图尔特 顿时意乱情迷 竟然为贝斯松绑 贝斯随即温顺地躺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斯图尔特的欲望瞬间涌起 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要在因此的虐杀势力 实施受刑 不过 这也给贝斯提供了脱身两机 他猛地推开毫无防备的斯图尔特 再拿起桌上的工具 狠狠一击 打得对方晕头转向 接着 贝斯回到监控镜头 把斯图尔特绑在椅子上 用开门密码 见斯图尔特不肯说 贝斯想都不想 拿起一根针 狠狠刺进他的耳朵里 斯图尔特疼得大叫 只好说出密码 可是贝斯刚好去按密码 忽然有开门声传来 他闪身躲到门后 原来 保安发现这个房间里的监视画面 满屏雪花 知道出事了 所以过来查看情况 下一秒 一名保安持枪走进屋 但完全没有注意到 贝斯就躲在门后 贝斯猛能冲上去 打倒保安 抢过手枪 可是 就在他再想往外冲时 却发现门外已经拿力群保安 哥哥拿着枪 死死地堵住门口 贝斯知道无法硬闯 立刻回身 拿斯托尔特当人质 他一手持枪 一手用剪刀 夹住了斯托尔特的命根子 同时大喊 要求与俱乐部老板杀下对话 斯托尔特感觉到了 自己的命根子要不薄 吓得魂不附体 也对保安喊道 我是你们的客户 快去叫老板来 保安们无可奈何 正好通知老板 没多久 杀下阴沉的脸来了 但他只是进屋扫了一眼 就命令手下 把斯托尔特和贝斯都杀了 说完转身就要走 危急时刻 贝斯集中升职 大声喊道 等一等 我要付钱成为会员 买下自己的命 听到这句话 老板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露出讥讽的笑容说 你的价格可是很贵的 我怕你买不起 但贝斯与其坚定地说 我能买下这里所有人 你可以随便开价 在场的人都被贝斯震住了 见多识广的老板 则从他自信的眼神 和话语中意识到 面前这个女孩 的确是个隐性富豪 于是示意手下收起枪 要和贝斯这个大客户 谈谈价钱 斯图尔特坚壮大惊 他知道贝斯 如果能活下来 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马上对老板说 我也要出钱买自己的命 可是老板深知他的底细 冷笑着说 你哪有钱 这次的钱 都是你朋友托得出的 然后 老板用玩味的眼神 看着贝斯说 除了交钱 你还要杀一个人 才能进几落幕 如果不杀人 你就要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贝斯竟然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用剪刀 狠狠剪掉了 斯图尔特的命根子 斯图尔特 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痛得浑身抽搐 贝斯随意地 抓起他的命根子 扔出去 淡定地对老板说 就让他失血而死吧 就这样 贝斯和老板的协议达成了 众人随后一起离开 只留下了痛苦不堪 惨叫连连的斯图尔特 独自等死 走出虐杀室 贝斯第一时间 却纹上狗头纹身 正式成为俱乐部会员 不过 危机虽然已经解除 他却没有急于 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而是带着满腔仇恨 制定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 女模特埃希尔 估计重施 把几个游客引到客栈 正安自得意 突然 一个小孩 抢走他的包包 拔腿就跑 埃希尔七七八糟地追过去 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正在奔向恐怖的深渊 埃希尔一路追赶 一直追进了树林里 突然 一根绳索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脚下 把他绊倒 埃希尔重重地摔在地上 而当他抬起头时 竟然发现贝斯 就站在自己前方 原来 贝斯恨头了 引自己和朋友 来这里的埃希尔 就收买了 打劫的小孩们 设下圈套 要报复埃希尔 埃希尔并不知道 贝斯已经成为了会员 看到这个 本以为必死的人 猛然出现在眼前 他满脸疑惑 划着刻骨仇恨的贝斯 则毫不废话 立即挥动手中大斧 狠狠砍了下去 阴暗的森林中 埃希尔的人头 悄无声息地 落在地上 无头尸身 也随之倒下 贝斯终于大臭得爆 然而 他在心中 并没有丝毫快意 因为他永远也摆脱不了 这座小镇 带给他的伤痛 电影结束 猎杀俱乐部的势力 越来越庞大 甚至在美国 开设了分布 谁能阻止这个 恐怖到极点的俱乐部 继续作恶呢 下期 任皮克战3 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为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